警察正在开足马力追击罪犯,可下一秒,诡异的一幕出现了,气候瞬间变得恶劣了起来,无数冰雹从天而降,砸向警车,警察仍想稳住车辆,但愈加猛烈的冰雹让他手足无措,最终一个错不及防的大冰块导致他翻了车,但天气却和平常没什么两样,也并没有下冰雹,而这一切都是小帅对警察使用了他的特殊能力。 在小帅的过往人生中,这种特殊的力量是与生俱来的,对方只要是处于他眼神中所能看到的范围,小帅便能将对方的意识拖入到自己想象的幻觉场景,而幻觉中的人便会做出小帅想要的反应和动作,通过这样的方式,小帅便能做到对这个人的操控,所幸这父子二人没什么追求,只是拿这种力量来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,拿点吃的混口饭吃,直到这次行动让他们过去的生活再度发生变化。 小帅原本的任务是对店长造成一定的时间幻觉,给偷东西的父亲老帅争取一点时间,谁曾想几个路过的少女意外打断了他的思绪,让店长从幻觉中挣脱出来,发现少了东西的店长随即出门寻找,正好碰见了郑玉离开现场的老帅,并将他拦住。 为了解决麻烦的店长,小帅再次操控,让店长以为自己被对手开枪射击,痛苦地倒在地上,两人就此脱身,和乌漏偏逢连夜雨。 他们前脚刚走,后脚就出现了一辆警车,警察从店长那里知晓了案件大体的情况,便开车追了上去。 这些事并不在小帅父子的计划之内,但小帅此刻也只能硬着头皮去做,他开始使用特殊能力,不断地给警察制作幻觉,对方甚至以为自己穿梭在极端恶劣的天气里面,并最终导致自己翻车。 就结果而言,小帅父子二人取得了成功,而实际上监控早已把他们拍得明明白白。 机构部的莱文在得知情况后,要求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拿下此人。 机构部是隶属官方的秘密组织,他们多年的目标就是为了找到此人。 此日是小帅的生日,也是他将要迈向成人的一天,老帅为孩子准备了蛋糕,但小帅却向他提了一个要求,小帅想要下船,去游戏厅玩一玩,他想回归一次普通人的生活。 到现在为止,他们没有办法像旁人一样生活在陆地上,只能躲在一艘废弃的船只里,老帅尽管不同意,但终究还是拗不过孩子。 小帅在临走前还打了打李小龙的功夫,朝南点了一杯咖啡,坐在远处听着。 昨天那位警察在诉说着自己的离奇故事,这让他感觉到自己辛苦多年的事情有了转机。 他用意念操作让这位警察魂归七天,机构部行事颇有效率,才到傍晚便已经找到了废船,并控制了正在饮酒的老帅。 他让对方交代小帅的下落,老帅自知多年来努力就是为了逃离他们,又怎会再入虎口呢? 而正是在十年前,老帅成功从机构部逃出。 老帅认为,只要自己守口如瓶,他们就找不到儿子,事情就有转机。 但不想,机构部的人神通广大,已经找到了小帅的下落。 暂时没有价值的老帅被他们打混控制。 潮南比机构部先一步来到了游戏厅,并发现了小帅的行踪。 不巧的是,莱文等人也很快到达。 潮南思索片刻,决定先袭击其部下,并用对讲机告诉莱文,自己就在这里等他。 莱文这边知晓事态紧急,派出全部力量来阻止潮南。 随后双方便在游戏厅交货,潮南再度使出特殊力量控制对方。 而这些都被小帅所看到,潮南也注视到了对方。 随后他对小帅伸出无止,聚精会审地看着对方,却不料被人从后面偷袭并戴上头套。 这时候有两个年轻人,一个青年一个少女,而小帅被他们带到莱文跟前,见到父亲被他们控制,小帅也只得戴上头套。 此刻的潮南虽然戴上了头套,但其本领高强,机构部的人亦不是其对手。 潮南挣脱了这帮人后,发觉小帅已经被对方带走,他来到路边制作幻觉,并引发了一场车祸。 即便如此,莱文还是指导自己司机,让他走出了幻觉的控制,潮南的计划也遭到了失败。 莱文带着小帅父子俩到了总部,并让自己和小帅独处。 为了获取对方的信任,莱文将他们的目的告诉了小帅,那些会操控意识的人组成了意识组织,并企图以此控制世界。 莱文等人便是要阻止这种情况,潮南就是他们的一员。 他们为了进一步操纵选举,便会来找到小帅,让他创造幻觉来影响人民竞选。 小帅要求让他们父子团聚,有求于人的莱文同意了对方的要求,父子相见,而小帅直到此刻才意识到,父亲与莱文相失已久。 莱文告诉小帅,你可以查看父亲的意识,或知事情的全貌。 老帅反对儿子这么做,并坦言对方不过是在欺骗他,为的是要拿他做实验。 小帅思绪混乱,不知道该怎么做,而就在这个时候,莱文拿出了小帅母亲的照片,这让小帅大吃一惊。 照片的出现让小帅下定决心,他再度发动特殊力量,进入到对方的大脑,查看过去的事情。 在老帅的记忆里,小帅看到了对方在实验室抱着一个尚无自主意识的孩子,并躲开莱文等人的反击,逃离了这里。 最后,小帅挣脱意识回到现实,老帅却晕倒在床上。 在小帅看来,那个小孩就是自己,而眼前这个自己的父亲并不是自己的亲人。 他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,但莱文却告诉他,自己的母亲还有活着的可能。 莱文向机构部的领导汇报工作,并告诉对方,小帅的血液里并没有他们所需的配方。 领导觉得不可思议,但还是警告莱文,不要再刺激小帅,让他使用特殊力量,以及如果小帅真的没有配方,那么他就没有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必要了。 但莱文却说,此人还大有用处,可以激发他的超能,从而去对付那个具有特殊力量的骡子。 领导却认为,此人可能存在,也可能不存在,让他不要有肥分之想。 第二天,另一位博士来到这里,而之前在游戏厅将小帅带到莱文面前的那个少女, 此刻却告诉小帅,这里最终还是要拿他做实验,自己要带他离开这里,小帅同意了他的要求。 就在两人搜寻离开这里的方法时,他们的行踪被这里的安保发现,少女功夫了得,这些安保人员没一个是他的对手。 解决完安保,小帅却说要一起带走老帅,他的很多建议可以派上用场。 最终少女救出了老帅,莱文等人从监控中发现了他们正在出逃,他们果断封锁了出入口。 在这种情况下,三人在停车场抢了一辆车,向大门口冲去。 与此同时,那位博士似乎并不是机构部的一方,他一个突袭抢走了安保的枪,并当场开始扫射。 而他正是前面的那位潮男,他亦使用了幻觉,小帅三人为了逃出实验基地也使用了幻觉,可千算万算还是有意外发生。 在最后一刻,有人按起了路障,扎破了车子的轮胎,没过多久便造成了翻车。 潮男走到他们的翻车处,但小帅使用特殊力量让众人不被观测到。 潮男察觉到对方正在使用力量,但并没有揭穿对方,而是选择了离开。 之后,三人躲在汽车旅馆,第二天,小帅为少女做了早餐,两人感情迅速升温,但这一切进展又过于迅速,让他感到有些不对劲。 回到房间的二人看到,老帅已经不幸人事,小帅仍想知道过去的事情,少女便劝他窥视一下记忆。 在少女的怂恿下,小帅再度使用了自己的力量,他在记忆中看到了母亲多次带他出去玩耍,少女进浴室去洗浴,那位潮男也在这个时候找到了他们的住所。 小帅再度使用幻象,将房间伪装成正在装修,没有人在里面,但对方技高一筹,看破了小帅的设计,双方展开混战。 潮男却坦言告诉小帅,正是自己幻象布局,那些机构部的人才暂时没有发现他们的行踪,他们此刻利益相同,可以合作。 少女看到了正在打斗的他们并未出手,最终小帅被潮男彻底压制,对方一使用力量窥视了他的大脑。 与之前不同的是,潮男往小帅的大脑里灌输了一个有关波兰科学家科明的记忆。 事情结束之后,看着昏厥的小帅,潮男表示他们最终会再见,并离开了现场。 最后,醒来的老帅将小帅叫醒,而小帅却执意要去波兰华沙找一个叫科明的人。 老帅不同意他的想法,而小帅认为,对方欺骗自己了这么多年,已经不值得信任。 老帅再说什么,小帅皆已不信,最终他们分道扬镳。 小帅和上女前往了波兰华沙那位科明的实验场所,莱文一知晓了他们的行踪。 他派人在这里守株待兔,却不想潮男在暗中行动。 他将莱文在此处的势力尽数除去。 在潮男的帮助下,小帅一行人平安进入这里。 十几年前机构部的实验场所,小帅甚至对其中的部分场景有印象。 没过多久,他察觉到其中一处墙壁声音有问题,打破之后却看到一座秘密建立的档案室。 在这里,小帅找到了自己的身份,他是那位科明的外孙,但科明却在自己身上做了实验。 他还有好多事情不知道,一切仍然是迷雾重重。 就在这时,潮男出现,由于小帅并不信任对方,双方互相炫技。 但还是潮男更胜一筹,打破了小帅的幻象设计。 接着,潮男便告诉对方自己的身份,他才是小帅的亲生父亲。 科明的配方能够让人拥有特殊的力量,他的父母均是实验对象。 但这样的力量并不具备遗传的能力,也不会怀孕生子。 可小帅的母亲不知道何种原因突破了不可能的事情,生下了小帅。 并让他天生便拥有了特殊的力量。 他被安排在这里实验观察,直到冷战结束后,觉得他们没用的政府,要将这些人一一除去。 潮男是他们这类人中仅存的特殊人士。 在他们的谈话之际,一波全副武装的人马已经向他们袭来。 潮男让两人先走,自己则留下来断后。 潮男使出了浑身解数,不论是机枪扫射还是特殊能力。 但最终还是露出了破绽,被对方偷袭戴上了头套,控制了起来。 小帅和姑娘二人逃离了现场,但潮男却被带回了基地。 血液显示他身上的配方已经消失殆尽。 那么只有小帅一人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了。 潮男向对方要了口水喝,对方给他的头套上打了一个洞。 而潮男等的就是这样一个机会。 他借助小洞得意使用特殊力量,从而使用幻象控制对方,让实验基地的核心大为受损。 小帅等人来到了潮男让他去的地方,在这里他见到了母亲,但对方已经没有了获得感知的能力。 为了知道更多的事情,他窥视了母亲的大脑,看到了他的意识。 在这里他也看到了潮男,潮男告诉他,政府在清买了特殊人士之后,相关的资料全部被清除。 现在只剩下这个配方,他是在政府清理之前,由柯明植入在他的意识进行保存。 但这段记忆却被加密,这也是前面莱文没有找到配方的原因所在。 这段他能反复回想到的玩耍记忆,便是加密的记忆内容,上面的积木就是配方。 潮男告诉小帅,他们应当联手,通过配方来塑造出其他具备特殊力量的群体,从而拥有反抗政府的力量。 但潮男被记忆屏蔽并不能进来,此刻的抉择,小帅知道这是母亲记忆的力量。 他不愿意对方拿去祸害人间,当他清醒过来看到自己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,他便了无牵挂,魂归九天,小帅紧紧拥抱住了母亲。 就在这个时候,受莱文指使的特种精英潜入了别墅,并控制了小帅父子二人。 但小帅也不是省油的灯,他使用了自己的特殊力量,在极短的时间内控制了精英部队的意识。 这些特种精英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不受控制,并被迫把枪口对准了自己或者同伴。 顶刻之间,这些特种精英或死或伤,小帅却安然无恙,莱文再度出现,却被小帅轻松打捏,幻象将这些人即将自我了断。 莱文凭借最后的意识告诉他,这一切都是潮男制造的幻象,而他的母亲早已在多年前已经失去了生命特征。 就在这时,老帅出现在现场,对方告诉小帅,这些不过是潮男的轨迹。 小帅可以再度窥视他的意识,看看过去的真相。 潮男不想让老帅碍事,便亲自操控对方的意识,让他自尽。 突如其来的死亡震撼到了小帅,打断了他对莱文等人的控制。 金如宾死的老帅让小帅再度窥视他的记忆,原来正是小帅的母亲要求老帅带走他的孩子,让他过上属于普通人的生活。 得知真相的小帅在对方意识还残存的时候,向这位父亲道歉,父子俩就此道别。 小帅拿起武器,决心向这位亲生父亲复仇。 就在这个时候,潮男挟持了那个少女,并劝小帅听从他的安排。 可怜的小帅意想不到的是,莱文告诉小帅,事实上并没有那位少女的存在,而那位少女是潮男对他的一个记忆植入。 小帅展开回忆,许多他和少女的回忆变得模糊起来,他好像就在自己身边,自己身边却又仿佛只有自己。 而他真正第一次出现的场合正是在游戏厅,潮男向自己伸出五指之后,自己的记忆便被潮男成功止入。 由此坚定对方是幻觉的小帅不顾一切向潮男开了枪,子弹穿过了少女的胸膛。 令人诧异的是,少女却没有丝毫的影响,他和少女紧紧相拥在一起,一切仿佛尘埃落定。 小帅在墓前祭拜了自己的母亲,他拒绝了莱文的邀请,但这一次莱文并没有强迫。 待小帅和少女走后,莱文告诉上司,他有办法让刚刚才拒绝他们的小帅最终加入他们,如果不能,他将亲自处理掉对方。 影片也在小帅和少女的亲吻中落下帷幕。 电影《绝景》是一部具有西班牙悬疑风格的电影,导演在创作中并没有把核心放在讲述科幻背景和设定之中, 亦没有将世界观以及理念上的对抗展开仔细讨论。 这里仍然是一个带有科幻元素的现实生活世界,而它的重心却放到了模糊现实和精神意识。 这一方面从最初主角能够对他人意识进行布置,到最后自己的意识被他人控制, 并让一个虚幻的不存在的少女出现在他的意识和生活之中。 这在一定程度上虽然未必能够自圆其说,但并不影响电影的最终表达。 电影虽然是借着具有能力的人来展现他们炫酷的本领, 但真正讨论的核心却是一个男孩寻找家庭的过程。 与他相处多年的父亲并非自己的生父, 自己的生父机关算尽一切对他却也只是利用。 他没有拥有过一个正常的家庭,但他依旧渴望着这一切。 正因为如此,他在影片中自我意识总是被他人牵着鼻子走, 他对一切都十分敏感,直到最终愿意相信基于自己感情和情绪的那一方, 而不是那冷冰冰的力量。 在他正式知晓母亲和养父,过去一切因果种种的那一刻, 正是他找到了那份已经丢失的有关家庭的情感。 在最后,青年找到了那个虚幻的少女, 他告别了过去,新将开始独属于自己的家庭。